你怎麼來比較一下 您跟柯文哲 有人說北柯P 南麥菜郎就是您 我跟柯P完全不一樣 我是敢愛敢恨的個性 我感覺柯P不敢愛也不敢恨 真的嗎 如果不是民進黨千方百屆 要那個北農總統的位置 要您請坐下台 可能也不會有現在的海陸國瑜 其實台北農場 只有119千萬資本額 119千萬多萬 就是一個賣菜賣水果的平台 它沒有那麼重要 為什麼已經完全執政資源這麼多 看上一個賣菜賣水果的總經理 需要這麼窮窮惡極的來 高雄港部真的從綠地變成藍天了 但有誰想不到 最後幫國民黨從民進黨手中 搶回失去20年政權的高雄市 竟然是一個曾經被國民黨 遺忘了10多年的賣菜郎 今天民進黨選情整個很危急 何嘗不是因為這樣來的 韓國瑜也是一樣 天下本屋是用人至少住 他本來以前在北農總經理就好好的 你們何必去 同這個方法 搞到今天高雄危險 有人說現在回過頭去看 如果當年這是一種說法 如果不是民進黨千方百屆 要那個北農總經理位子 要您請不下台 可能也不會有現在的韓國瑜 把高雄選戰打得風風火火 所以換句話說 有人說是民進黨成就今天的韓國瑜 你怎麼看 從某個角度來講的確是如此 其實台北農場只有1億9千萬資本額 1億8千9百多萬 就是一個賣菜賣水果的平台 它沒有那麼重要 它怎麼能比得上中國石油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中華航空公司 中華電器 它沒有辦法比牙籤跟雞腿在比 這麼小個公司 而且非常辛苦的 整個員工都是非常辛苦的 你要去領導這麼小的一個公司 但是民進黨用這麼大的力量來打它 我搞不清楚耶 這失去比例原則了 他是瘋狂的一群狼在打 是 有必要搶一個賣菜的搶成這個樣子嗎 所以軒然大破 真是下流啊 搶國家的資源可以到這種程度 新潮流 你有責任 你的總召 段宜康立委 就是這麼卑劣的小別山 我韓國瑜講話負責 我向你挑戰 在我們男人的世界 你這種行為是個小別山 段宜康 你是個小別山 我今天如果操守不好 我的績效不好 我把這一盤取個就吃掉 我的账策全部在這裡 請大家看 我希望你 段宜康立委 像個男人一樣 就吃一顆就好 我一盤給你賭一顆 我相信他們也沒想到 我猜他們也沒想到 今天會造成這樣子 我自己也沒想到 當年韓國瑜在立法院裡頭 給人的印象的確不爆 他曾經為了榮民改革預算 失控犯錯 打了陳水扁一拳 從此流氓的標籤 就貼在他的身上 他自己也反省 當立委的頭幾年 他非常認真 但最後那幾年 簡直是不堪回首 爛得一塌糊塗 沒有就是到立法委員第三任 九年嘛 第八 第九年的時候 就覺得 對 這不是我要的生活 對 那是怎麼樣的生活 花天酒地鬼混啊 根本就已經是 一天到晚 根本就不專心問政了 打麻將喝酒 亂七八糟 一塌糊塗 然後第二天 再把西裝穿起來 帶個面具去 騙選民 我不要過這種日子 是 所以我就放棄了 說實在的 以國會來說 立法委員來說 選擇這樣子一個 急流勇退的 很少 那你後來去了哪呢 就基本上去了山上 就一個人這樣靜下來 因為心很混亂 是 這個心的混亂是自己控制不住的 每天這個心就浮動 所以我就 一開始我就靜下來 前面四年完完全全不動 就是一個人 一支手機到山上靜下來 前四年 第五年開始大概幫朋友 在中和陪了他一年多 再回去 前後差不多將近十年吧 但出政壇的十年 韓國瑜他也沒閒著 他和太太在雲林創辦了一所雙語學校 而當年中南部的高麗菜 因為盛產導致菜價殘別 韓國瑜就幫忙把菜送到台北麥 幫了農民朋友一個大忙 而剛好當時北農總經理 正好出圈 你上台北之後 你馬上就住到華龍橋下去 是不是 對於整個北農裡頭的風氣 你要做一些改變 四十年的老公司 又是陽剛氣這麼重 沙發氣這麼重 人與人的碰撞性這麼強 刺龍刺鳳的 然後整個市場的託貨 運貨 拍賣 取貨 人與人之間 貨與貨之間 整個那個磁場 那個舞台就是陽剛 壓不住就不好做 壓不住可以選擇 靜悄悄水破逐流 但你怎麼改變它呢 過去有人覺得 這可能就是一個仇用的位置 但你不這麼想 我不容許這種事 你怎麼做呢 因為我天不怕地不怕 我怕丟臉 這是個性問題 對 我可以選擇一個 睜子眼鼻子勇 反正就舞照跳馬照跑 該怎麼做怎麼做 公司營運不好也沒有關係 時間到我就走人 這也不是我阿公給我的公司 也不是我爸爸留下來 這是一種選擇 我不要 我是怕丟臉的 既然我治理 就要治理得好 否則我就不要來 這是我的個性 那你怎麼做呢 當然是 學好三年 學壞三天 當一個激習到一個程度 激非成勢的時候 你要破除它 你要找出北農發展的總目標 先訂這個 訂下來 大家沒話講 就是 榮譽歸公司 福利歸員工 我先訂這十個字 把六百個員工找來 這十個字 從我總經理開始 每一個人都要遵辦 榮譽是公司 我本人不能接受任何採訪 我四年三個月以後 四年時間沒有接受任何媒體採訪 因為榮譽是公司的 不是我含為個人 福利歸員工 所有賺的錢 董事會邀請目標達成 全部分為員工 因為我做任何事情 都喜歡將心比心 我要站在員工的心去想 我這麼辛苦 我賺了錢 上面長官在洗錢 洗了錢又撈到口袋 老子還幹個屁啊 你是想這個心態嘛 你要站在勞工的心裡去想 你就懂 我們發了七千幾 我們還剩一二 七千多萬 還剩下一億兩千萬 所以春節我還會繼續發放 還要繼續發放 怎麼會是拿去分配給你們的這些員工 你講的是哲學問題 這不叫哲學問題 這是邏輯問題 邏輯哲學不在裡面 我公平這點 就認為你不適任再繼續當 我們一定要分 台北農商 我現在跟你保證我一定分 不分 over my dead body over my dead body OK 當我賺了錢 韓總經理 每年二月九月 我孩子註冊的時候 他一定有獎金發過來 讓我的孩子可以得到註冊 平常中秋端午 一定會發我獎金 讓我過一個好節 我當然拼命嘛 所以那個時候 當你要寢私下台的時候 我們看到那一段畫面 就是所有的這個北農的員工 跟您一一的握手道別 有些人甚至忍不住 就當場哭了 你那個時候情緒 應該也是滿激動了吧 對 那這牆子忍下來 因為跟員工很有感情 最主要是真的很用心 越用心 越用真感情之後 這個情就越濃嘛 所以我那時候離開的時候 心裡面是很一一不捨 我不是為這個職務 是對這些兄弟姐妹 其實我離開立法院 最好的朋友 都是端茶的 送公文的 裡頭髮的 他們不瞭解我的個性 柯文哲在2014年上台之後 繼續留任韓國瑜 不過民進黨 卻想方設法地 要把他趕下台 您曾經也提到說 十六年來啊 能夠賞識你的長官 好像只有柯文哲這個人是嗎 我感謝柯P是因為 他願意試試看做伯樂 找我們這個牽引馬 其實我們找的是一匹死馬 死馬當活馬儀啊 他願意到我的家鄉雲林縣 他親自到雲林去看你 帶著他太太來看我 希望我去市政府上班 是 看看我 看看我家人 就希望我去市政府報到 這個時候希望我交掉 北農總經理 就是 等於說我離開北農總經理 就可以去市政府了 是 這就很合理了 我是謝謝他這一點 韓總 如果您是認為是一匹千里馬的話 你好不容易遇到 我不是千里馬 你不是千里馬 我不是千里馬 那柯文哲是伯樂吧 如果他認為他是伯樂 想找一匹千里馬 他來 他是這個心態 但我並不認為我千里馬 我只是一個賣菜 那你好不容易碰到一個 願意賞識你 願意給你一個發揮舞台的機會的人 你當時為什麼沒有接受他的邀請到市府去呢 去了幾天 台北市一個王世堅 他們就開始攻了 那怎麼去 我們是很自愛的 你這去不是給人家柯文哲找 柯平找麻煩嗎 不去 結束 再打下去 北農總經理我不幹了 就這樣子 所以王世堅現在說 你就是一個沒有頭髮的柯文哲 你同意他的看法嗎 王世堅那個嘴巴 真壞 我都懷疑王世堅嘴巴的 口吻比他XXX太高 你的口才也不差 我曾經聽過您比喻 您跟柯P 其實有人說你們都是台灣政治上面 罕見的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但是你覺得去看看你們兩個成長的歷程 你們怎麼是完全不同的道路 柯P他就是一路自由班 而您中間去過了放牛班 你怎麼來比較一下您跟柯文哲 有人說北柯P南麥菜狼就是您 我跟柯P完全不一樣 我是敢愛敢恨的個性 我感覺柯P不敢愛也不敢恨 真的嗎 他說過 如果我有韓國瑜那樣子的開火拳的話 我肯定比他厲害 他anytime都可以發揮 他是台北市長 面臨到議會這麼多條件 他隨時都可以發揮 他的開火拳有被限制住的啊 你沒有啊 我認為他要真的話 他就可以盡量開火 開炮 開飛彈都可以 他是守護市長耶 所以你們有那種英雄 不是 個性 相知相惜的 我認為個性 我認為他從小的時候 我認為他媽媽 對他要求一定很嚴格 是 他被制約住了 你要一路讀書 一路順暢 對 他想叛逆 他想狂野 他想在平原跑馬 千里奔馳 但沒辦法 他被壓抑的 你看他媽媽講話 反應多聰明啊 肯定把他兒子照得死死的嘛 不像我們家孩子多 隨便丟到外面養就好了 所以我們這種 在外面吸土長的養分 看柯碧一定是 從小被照顧得很厲害 一定是爸爸媽媽 心目中非常棒的兒子 也是學校非常棒的模範生 可是我們人的內心 是有各種七情六欲的 我們也希望狂野 人不輕狂 枉少年 就在年輕的時候 他被壓... 到了中年人 有的時候很可怕 那你們這兩個成長背景 竟然不同 完全不一樣 那柯文哲說 其實他跟你交情滿好的耶 你們真的有私交嗎 我們就是過去在那段時間 大家彼此 就是好像 不要說什麼英雄 習英雄吧 是 他看了我的帳策 台北賣花的 台北賣魚的 台北賣肉的 台北賣菜的 台北農產一枝獨秀啊 哪有什麼私交 沒有私交 過去沒有私交 因為這個才慢慢產生火花的 如果說柯文哲 是韓國瑜的婆樂 那麼有人說 怎麼可以忘掉這個人呢 有網友說呢 國民黨光靠韓國瑜一個人 到高雄去打天下 其實你應該要感謝一個人 你知道這個人是誰嗎 我爸爸 我媽媽 我們來看這段影片 現在我們台北市 是流氓當家黑道治國嗎 議員不要激動 我自首 如果真的流氓的話 送一清張號 台北你講話的問題 你這是假北農製作 這樣的人你還用嗎 議員我只是個賣菜賣水果 OK 請問台北農產 跟蔬菜價格高漲有什麼關係 請你解釋清楚 南北蔡蟲一起串聯 就是這麼簡單 請中央出面去抓 你放心 你進土城看守手前 我提醒你 記得把群棍球吞下去 那萬一我沒有進土城看錯的時候 是不是你吞球 講清楚 我不跟你搞這種小玩意的 你跳過海啊 你跳過海 你要不要吞 如果沒進去 我不跟你搞這種小玩意的 你們會不會 我舉棍球 小兒科啦 你不用跟我來追他 你願不願意道歉 我只想說 問世間情是何物 問世間真理是何物 主席時間暫停 那我沒有水啊 可以拿一杯給我 我也口乾舌頭 你也可以喝口水啦 流氓也可以喝水啊 那我不喝了 因為我不是流氓 我不喝了 來 安總 我們是不是要敬一下 王毅元一杯呢 他讓你一戰成名耶 我們在那麼遠方敬他 他耳朵會發癢 我趕快上網去查一下 這段影片在網絡上面 已經有750萬人看過了 他真的讓你一戰成名耶 這個是無心插流啦 是 本來那個時候再過三四個月 我們就退休了 告老還鄉了 也做好心理準備了 作末也沒有想到 這個陰錯陽差會走到這一步 其實我任期 如果董事會不續聘 台北東山總經理就結束啦 但是閩南語講 吃筋都打我 他們記得把我趕走啊 我也不懂為什麼 為什麼已經完全執政 資源這麼多 看上一個賣菜賣水果的總經理 需要這麼窮凶惡極的來 過去在市議會裡頭 市府的官員上台質詢 只有被修理的份耶 尤其是碰到王室兼王議員 很多官員看到王議員會害怕 是 第一個他嗓門打 第二個他講話兼瑞 然後 你沒被他嚇到 我不嚇到 我根本就 第一個有沒有貪污嘛 人一貪污心就先虛了一半了嘛 第二個有沒有不法 其他的不法沒有 那我怕什麼 為什麼好怕的 很多人就是心虛有沒有不法 第三個個性嘛 是 個性不願意去跟那個 那麼強的去碰 那我委屈求全 是 或者我掛罐而去 有各種狀態 我第一個我不貪污 第二個我沒有做節目的人士 第三個 我的個性又不是那麼軟的 你一碰我 我為什麼要怕你 我是把公司帶得這麼好 問心無愧我怕什麼 這每一個人個性不一樣 但王世堅議員是比較強汗性的 所以很多官員怕他 所以很多官員怕他